容祖兒每天齊齊現身尖沙咀 出席一個新店開幕活動 祖兒好友阿嬌和老公賴雲國 將會在下個星期在香港補擺起酒 身為姊妹團之一的祖兒 當然已經準備好心情了 阿嬌的婚禮就快來了 有什麼要求我們呢 準備個人 睡好一點 是不是之前說 會不會幫她頂酒 到時就隨機應變 有需要的時候 我又有用的時候 有什麼所謂 你覺得你自己最強是 飾演哪一個崗位呢 都是負責吵 搞起氛 搗亂 最厲害的了 祖兒推出了全新國語大碟 所以早前她都到處飛 密密宣傳新專輯 除此之外 臨近年尾 祖兒都有大大小小的活動要出席 所以她都說近來忙到騰騰轉 年年差不多這個時間 都是很百花齊放的 同時間地有幾樣東西在做 這個是分配時間上面 最要小心和要用心去安排 有沒有少少豬籠入水 沒有 特別多了又沒有少了 初年有沒有什麼特別 自己可能想試一下 我下年會做演唱會 我想就不會在這個時間裏 有些新的嘗試 但是做好的演唱會 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即是keep fit 那些呢 是不是都要 我想完了新年 所有事情就一路按步就班 還有幾天就是中欣彤的大喜日子 身為好姊妹的榮祖兒 就說會搶花球和上台支持 不過好像留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忘記準備吧 姊妹三一組已經處理了 是的 那有沒有想定一些整固新浪的遊戲 這方面 呃 咦 要不需要整固新浪的 我們那天 是不是 我想到時他們有個run down 在那兒 是啊 那天有否疼愛上新浪的 是不好的 她怕不會了 哈哈哈哈 最緊要很開心就行了 明年就是Joey入行20周年 那當然要有一連串的慶祝活動 Joey還蜜羅緊固 構思一個與別不同的演唱會送給粉絲 概念 其實希望設計一個 大家前所未見到的舞台 在這方面我們現在在想著 那當我們定了舞台之後 就再慢慢想 例如run down 或者是有些什麼的機關 或者舞台的效果 這樣 那這麼重要的演唱會 怕不怕場飛很厲害 唉 那就是 求私不得 但是就不要有那些黃牛 因為我近日其實都有留意到一些 其他歌手的演唱會 就是銷情和賣票的情況 都有一些不同的對策 所以我相信到我的演唱會 開始賣票的時候 應該會有一個更加好的方法 去對抗那些黃牛黨 Joey也呼籲粉絲千萬不要買黃牛票 除了貴之餘 還有可能買到咖啡 到時就真是哭都無謂呀 在講得好 你呢 好